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0日 星期一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很忙很忙 忙到甚麼程度呢 5日 袁爸爸來 同一天我們有朋友回香港 同一天 我 也要去 這個 HOME OFFICE進行Second Inn 這件事我一直都從來沒有跟大家說過的 In 甚麼呢 是我申請政治庇護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 有聽到我們的節目都知道 我是沒有BNO的 所以為甚麼去年 1月份的時候我們要離開呢 因為那個簽證到期 當然Johnny是不太拍檔的 他有BNO 他也陪我一起離開 如果我一人到處去 當然是很徬徨 真的是好兄弟 我當時沒有辦法之下 也要離開英國 當時到了杜拜 到了40天 竟然到了杜拜 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錯了時間 我們逗留超過30天 原來我看錯了可以逗留三個月 但是最終 40天要走了 要不然 不單止走不了 罰錢 還要坐牢 當時走了 然後就去土耳其 因為杜拜不可以直接回英國 由於疫情關係 我敢說 我以政治庇護來說 也是十分之轉折 因為當時的情況 在杜拜 這個國安法通過之後 還沒有去到 當時我還有一點幻想 可不可以回香港 直到我認為 或者當時的情況 香港的情況沒有辦法壞了 壞到 根本不能回去 當然也有香港的朋友給我消息 你回來 基本上你都一入境 以後都出不回來了 當時我們的評估 當時經過長時間評估 我們 也終於決定 沒有辦法了 也是要申請 但是由於我們回到英國的時間三月 大家知道我們 被我們幫助 一段時間的手足出賣 那些所謂的手足 基本上出賣我們都是我們幫過的手足 當你付開錢 突然間 你想 不給的時候 或是你覺得不行 有些東西 你要求 一有要求就糟糕了 他們就會去攻擊你 去唱你 當時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處理 直至七月 我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處理了這些問題 七月份 我才去 做政治庇護 搞政治庇護當然是十分麻煩 由於我們 我們自己在想 政治庇護其實 律師告訴我們 你可以申請政府 政府 給錢的 類似法律援助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本身自己也有錢帶過來 不用跟其他人欠這些福利 所以我決定是 自己給錢的 也沒有用政府福利 應該香港人 過度來申請政治庇護 我想我是唯一一個 自費的 是自己請律師 自己付錢 另外還要給錢翻譯 翻譯那裏也要給錢的 其他人我相信他可能可以 在政治庇護 如果聽到這個 節目的朋友 你們知道有人 都是自費政治庇護 申請政治庇護 自己付錢的 你們可以跟我說 如果本身你是可以跟我說 不過如果不是的話 或者如果沒有人跟我說 我相信我是唯一一個 因為我問過律師有沒有這樣的案子 他也說是只有你一個 我應該是唯一一個 自費 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 在 19年之後來英國 這節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當日面對的問題 以及現在 我經歷過他的文化 或者提出很多問題之後 我當時是有些擔心 擔心其他申請政治庇護的朋友 他們批的承訴 其實也很擔心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個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受到YouTube的打壓 由12月17日開始 我們的收入跌了九成 以往我們 自己 在YouTube 找到錢的 有收入的 我們當然有很多 對於很多人的支援 花了的錢 很多很多 其實當時花了的錢 花了的錢 基本上自己沒有留錢給自己 在這些環境之下 才會覺得當時花了 如果當時 節省一點 現在可能可以撐得久一點 這個也沒有辦法了 事情過去了 我們也是 吸取了很多教訓 經過這兩年來 我們 參與得太多 也太過 高度介入的問題 令到自己 陷入一個很不利的程度 當我申請的時候 我們提交了很多資料 他竟然問說 由9月 應該是2009年開始 你什麼時候開始關心政治 一問我們 變成了我們很多問題 我順便想提一提 現在YouTube對我們的打壓 他是對一個政治的難民 的一個政治迫害 他是有份 迫害我們 在經濟上迫害我們 在政治上也是使得我們 不想讓我們發聲 不想讓我們在YouTube這個大眾媒界發聲 想逼我們去Patreon 想逼我們減少我們的曝光 不讓我們 讓大家看到 有網友向我們反映 凡是 他用Google account登入了我們 看我們的節目就沒有廣告 一登出了就有廣告 如果大家在聽節目的時候 不妨試一試 登出 你們的Google account 看看廣告是不是會 有多一點 意思呢 他知道我們登入了很多是我們的支持者 就不派廣告給我們 當然這是一個政治打壓 甚至乎是一個政治迫害的其中一種 這件事我們會跟他計算 當然我們之前 也有說過 集體索償 或者 是 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處理 我們 很明顯我們受到政治迫害 我要強調我是政治難民 他是在政治方面 是迫害我們 說回這次去 約了我九點 因為我第一次去淹的時候 就是九月份 九月份 我第一次去淹的時候 等了11個小時 當時我一瓶水也忘記了拿 去到那裏 飢寒膠壁 沒有水喝的時候 到最後 幸好那裏有一部水機 口渴就能解決到 但是吃東西的問題就糟糕了 沒有帶這些 食物進去 搞到餓了11個小時 而且等很久 當時的問都是問一些很疲無問題 個人的資料 姓名 為什麼 第一次來英國不申請 要到第二次申請 第二次也要隔了那麼久才申請政治庇護 你呢 是不是其實沒有危險啊 這次也問了很多問題 但是這次就沒有等那麼久了 我在這次 可以說約了九點 一直到 就是開始 因為他們現在 不會人對人 是通過 視像會議 對方是一個 白人 英國的白人 另外 有一位 翻譯 不過這位翻譯 不是香港人 也是廣東話不是太正的一位 可能是內地人士 來了英國 英文當然有些口音 翻譯 很多對香港不是很熟悉 例如我們為甚麼要關注香港的情況 我們要爭取甚麼 其實香港人 是雙普選 我一說雙普選 他不明白甚麼是雙普選 因為我們的行政長官 不是由直選產生 而是由選舉委員會 而選舉委員會是一個小圈子 我怎麼告訴他呢 他也翻譯不了 很多問題 我們香港人 最終 一直爭取 一直這麼多年爭取的就是雙普選 由我09年開始參與當時 0910 反高鐵 以及政改 我怎麼告訴他呢 他也不是香港人 他分析 他完全不懂得 怎麼翻譯 也翻譯得不夠全實 我只能夠跟他說間選 因為你跟他說雙普選 他不知甚麼 Double Voting 還是Election 他完全不知道 怎麼翻譯 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 我們怎麼跟他解釋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是甚麼來的呢 解釋不了 他不懂 所以 當時我覺得 如果 其他的朋友 如果 去面試的時候 又是一個 不是香港人 廣東話不是很正的內地人士 去幫他做翻譯的話 他的批准乘數 我想不超過兩成 因為你完全反映不了你的實際情況 當然 我的歷史特別長 關於整個抗爭的歷史 由反高鐵開始 到了 100年的政改 我們由反高鐵去到反對民主黨 去到批評 蘋果日報當年的轉態 甚至乎 向盟友開槍 這些我們全部 沒有辦法告訴他 因為他不懂得翻譯 連這個 毓民 陳偉業 長毛 他也不知道是甚麼人 香港他除了適量振英之外 對香港一無所知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也挺麻煩 然後他會 要我們提交很多證據 你在香港所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時代革命 沒有人 會出去打卡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提供到證據 我夠膽說 香港任何人 如果你在香港被人 拘捕的話 你首先有機會 九成的機會出不了警 出到警 可能是一些很輕微的事情 不然 旅遊證件會被人扣留 出得警 肯定沒有那些證明 第二 你不會有些相片是去現場 扔汽油彈移 拿著汽油彈 然後就脫下面袖打卡 所以 你在現場的證據 通常都不存在 或者就算存在 事後都會刪除 因為你要離開香港 所以 提供到你在現場參與 或者事後 被追捕 這個證據 很難提供 你想想 香港當時的年青人 出來個個無面 不是去到現場打卡 他們怎麼能夠提供到他們的證據 證明他們有份參與呢 所以 批准的機會當然是 大幅減低啦 大家想想 然後 一直以來就問回19年的問題 當然 中間 由 12年的 我們搞組織 13年的元旦大遊行 然後 中間他又skip了 中間 例如佔中 魚彈革命 又skip了 又沒有問 到了19年 爆發 他問了很多東西 重點的東西也沒有問 我以為他知道 我以為我是李知道的 他就說 我也是剛剛才打開那份資料看 而他的資料 很多資料 我們只能夠透過律師補充一些資料給他 例如我們接下來會做甚麼 我當時提出了申請 離開英國 美國和台灣 因為基於我們要搞這個大會的問題 他就 reject了我的申請 我們到時也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未必可以 出境 意味著 這個 申請就即時 就倒下了 因為你自己放棄嘛 然後回頭 可能回不了 所以 會遇到很多困難 其實最主要問題 大部分的 這些 官僚 其實他也不會 問我那個對於香港也是一無所知 這些情況其實會 大大阻礙了申請者 那種批核的成數 不過 我後來跟律師再商討 他也說 一般 很多申請人 通常 他也會問很多這些問題 他會阻止你 成功得到政治庇護 所有的政府都是這樣做的 他會提出很大量的質疑 這個不是針對我們香港人的 所有的人都會提出質疑 不過 後來我也有朋友幫我們找一些數據 他說 例如 印度 例如 泰米爾地區 或者 在其他地方 受到迫害 或者宗教上面受到迫害 有機會批准 戰亂的地方當然容易 阿富汗 或者 黎巴嫩 敘利亞 伊拉克 容易一點 非洲也有 獨裁國家 不過 經濟難民也不少 所以 他們有時會 避免很多 問題 阻止你們去申請成功 而他說整體平均的政治庇護的成功率 批出成功率有六成 意味著有很多失敗 而中國大陸的政治庇護申請者 其實 只有兩成的成功率 而香港是沒有數據的 以我所知 香港人申請政治庇護 可能是一百宗上下 不是太多 我一直都會密切留意 因為本身是其中一個 因為本身是其中一個 本身是其中一個 參與者 究竟是不是 會大幅批香港人的政治庇護呢 原因就是 這個月 原來很多人都在在第二次 或者是在第一次 因為我當日去到現場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人 香港人的面孔 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來的 因為他 不同的樓層有不同的東西 第一層是在二樓 第二層是在四樓 所以 接下來 會不會 是可能想 短期內解決一批香港人 或者 很寬鬆地批一批香港人申請呢 我也不敢說 不知道現在英國政府那個取態 不過 國安法在香港這樣拉人法 他也沒有理由大規模的reject香港人 照計 他問問題 可能也是基於他們以往官僚的作福 接下來可能會 很寬鬆批准 也未定 不過 現在的情況 即使他不批也好 也不會 趕你回香港 因為他知道 趕你回香港 意味著很嚴重 不批也好 他們也會給你上訴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可能是reject了 但是現在正在上訴 如果你們在上訴 如果你們在上訴 例如外面大部分香港人 來申請上訴的話 不批過政治備會議上訴 政府給錢 你們正在用法律援助 政府給錢的法律援助 我不同了 如果我失敗 我去申請上訴的話 我也要另外自己再給錢 因為他的律師 包上訴 但可能是另外要加錢 現在 真正情況是怎樣呢 到時我們會 跟大家詳細報告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